好 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往下去讲这样的一点内容 讲什么东西呢 讲的就是关于在模板当中的话 另外一个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的东西 也就是说关于在模板当中处理表单的东西了 那我们去想一下 之前你如果说在前端当中写了一个表单 然后呢 你比如说写了一个什么样的表单呢 假如说你在前端当中就去写了一个关于注册的表单吧 比如说里面会有提供一个用户名字 还有提供一个用户密码吧 比如说这个表单现在就把它当作一个登录吧 比如说现在就写了这个登录的表单 有一个用户名字 还有一个密码 你把它写完成之后的话 这个表单呢 会要用户去填写数据 并且填写完成之后把数据发送给我后端吧 不知道发送到后端呀 发送到后端之后的话 那我们说了 你在后端当中应该怎么去做呢 在后端再去做的时候呢 首先肯定要从你发送过来的表单数据 是不是要往往来拿呀 对吧 要拿 拿出来之后的话还有一点操作 有一点什么要操作呢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无论你说在前端当中 你写完了一个HTML页面 里面嵌入一个模板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页面当中 通过GS方式进行提前校验 校验一下这个参数有没有去写 或者是参数的这个格式合不合法 除了这样方式之后 只要这个数据发送到我后端之后的话 一定要注意 我后端当中跟前端是分开的两个地方 前端教验是前端的事儿 我后端必须还得再次进行教验 这一点是一定要清楚的 我一猜就应该是大家之前在做张狗项目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教验呀 认为前端已经教验过了 后端就不再教验了吧 但是你要知道 你看一下 我们的前端浏览器是浏览器 后端服务器是服务器吧 你前端再怎么教验都是浏览器去做的事儿吧 对吧 中间浏览器教验完成之后 数据发送过来 那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你从浏览器发送过来数据 传送到我后端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前端的那个人 并不是通过你给他提供的前端的这个界面 他不是通过你的表单给你发送过来数据 而是说通过别的方式呢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去引入了一个Postman吧 Postman是不是能够造这样的数据呀 能够模拟请求吧 如果这个人就发现了 看你的连续代码知道了 你写了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最终要发送给哪个网址 他都知道了 发送什么样数据 他也看出来了 看出来之后的话 好了我不通过您的自己的逻辑 我怎么去做呢 我直接通过Postman这样方式 我自己造数据 我在造数据的时候 我能不能给你少传参数 我能不能去把参数的格式 随便给你去写呀 可以吧 写完之后的话 你说我在这个测试工具里面 还有你的GS帮助我教验吗 没有的吧 你这边发送的数据 是不是就直接对应到哪了 直接传给我后端了 那我后端当中 如果不再进行教验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崩溃 很有可能会崩溃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本来它就分开在两端 你前端教验 那只是对用户的一个友好程度 让它尽量在发送数据之前 就帮助你完成 这样的检验操作 但是一旦检验完成之后 数据离开了这样的乱七之后 再到我后端的时候的话 我后端也得进行教验 原因就在于 我后端当中 是跟你分开在两个地方的 很有可能 另外的一个人 并不是通过浏览器的地方 传送过来的 他很可能是通过别的方式伪造 通过黑客攻击的方式 还往过发请求呢 那你说我在后端当中 我知道他是正常通过浏览器 访过来的 还是说别人造的数据 访过来的 这知道吗 不知道吧 所以无论你前端教不教验 后端一定要进行教验 这是我们在做后端试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东西 就是说千万不要依赖于前端 你如果依赖于前端之后的话 那我们说了 有一个偶合度 或者叫做依赖程度吧 两个前端跟后端之间的 关系实在是不是太紧密了呀 对吧 离开了前端 你后端都活不了了 那么现在怎么说呢 我们就是后端的工程师 无论你前端怎么去做 我就要自力更生 你哪怕教验的再完全 我还得重新再教验一遍 要保证无论任何人 访问我后端的网址的时候呢 都不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一定要去注意 必须要怎么去教验 那我们现在怎么去做呢 咱们现在还通过 Postman这个工具来进测呢 大家在后面这个阶段 去学爬虫的时候 你会知道了 你爬虫的这个工作 是什么工作呢 你爬虫的工作 就是模拟浏览器的行为 就是想方设法的 给你写出来一段程序 模仿出来的就是浏览器 向后端发送请求 让后端根本判断不出来 到底是浏览器发的呢 还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发的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更深刻的体会了 你在去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可以完全自己做做 想怎么发就怎么发 那你说了 后端的东西 如果不再进行教验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崩溃了 所以这一点是 需要大家清楚的问题 那你现在也就知道了说 我们拿数据 拿到数据之后呢 还要对数据进行教验吧 对吧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也就意味着说 反正只要涉及到 这样的一种行为 从前端传送到数据之后 那我后端总是 得对这种数据进行教验 那我能不能把这种行为 给你进行抽象化一次 你比如说 对于当前的注册的业务逻辑 比如说对于当前的 这个登录业务逻辑的话 你可能传了一个 叫做username 传了一个password 传了一个用户名 跟一个密码 好了那我在后端当中收到数据之后的话 那我就按照用户名跟密码方式 来判断一下 用户名跟密码 有没有都去传 然后如果都传的情况下 我再来往后进行操作 最关键点 那你哪怕再换了一个逻辑 你说了你前端当中 在做表单的时候呢 你签铁的什么东西呢 你可能对应的 在这里面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你可能说 我对应的是注册逻辑 那我对应的是注册逻辑的话 那我怎么去做呢 注册逻辑当中了 好了那可能就是说你的这样的输入字段 又多了一个而已 多了而已的话 我们知道了 实际上多出来的那东西 应该是进行两次密码教验吧 对吧 你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两次密码教验 那我在这里面进行两次密码教验的时候的话 那我前端只要传送过来这样的数据 前端传送过来这样数据的话 那我后端当中实际上还是进行相对应处理 我判断一下这三个参数有没有多传 然后呢 我还可能判断一下两次密码一样不一样 是不是也要进行两次参数的 所以那我们要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就是拿到数据之后呢 在这里面不断通过if else if else这样的条件判断来进行完成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能不能简化这样的东西 再去定义这种数据 你要给我传送来哪些数据之前的时候 我就把要做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教验操作 进行哪些检验 都给你预先定义好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在后端试图当中 拿参数的时候呢 一劳永逸 我不再去一个一个条件判断了 我找一个别的人 按照我给你描述的 我说了用诸名必须传 你就给我简一下用诸名有没有传 我说了这个密码你必须传 你就检验一下密码有没有传 我说了第二次密码必须跟第一次密码 一致 然后你也帮助我检验一下 那我们就说了 想要达成这样一点 想要达成这样一点的话 那它就有这么一个工具 叫做什么工具呢 就叫做表单的这么一个工具 它是专门能够用来 帮助我们进行处理表单数据的 它所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后端当中 不再通过if else的条件来进行书写了 而是通过一个函数 一次性帮助我们把所有的参数 全都交易完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东西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东西呢 咱们来去先有一个大体的直观印象 我们要先来清楚为什么需要它 看一下如果我使用了WTF之后的话 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先回过头来 把我们要去定义的 你到底要去接收什么样的表单数据 你把这个表单里面的字段 就相当于用户名啊 密码这些字段 你就相当于跟数据库抽象一样 把它也抽象出来一个类 抽象出来一个类之后 只要用户填写了这样数据 那它就是这个类的一个具体的对象 这跟数据库当中是一样的 数据库我们在进行抽象的时候 数据库里面是不是有表啊 里面有相应的字段 还有相应的类型 你抽象出来之后的话 是不是抽象出一个模型类的方式来定义啊 然后呢在表当中的一条数据 都是这个模型类的一条一个对象吧 现在也是相同道理 只不过不是数据库当中的表了 而是这个表单里面的表 这个表单里面的表的话 也会包含字段 也会包含相应的类型 那么好了 我也把你抽象出来一个类 然后呢只要用户填写了这样的数据 那它就是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这时候呢 我们就去使用这样的方式 把表单呢给你抽象 抽象出来 专门定义出来这么一个类 我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定义表单里面的字段了 你比如说我可能按照这样的方式 写了一个用户的 就比如说是用户的登录吧 用户的注册吧 用户的注册这样的表单 然后呢里面要去包含对应的 你得去写一个用户的名字吧 好了 用户的名字呢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定出来 你还得去填一个用户的密码 我把密码一个字段给你放到这 还有一个确认密码 我也给你放到这 那这几个字段是哪种类型的呢 就跟表单当中那个输入框是相对应的 你比如说用户名的话 它的类型呢 应该是文本类型 那我就给它建的 是StreamField 然后呢你说了密码呢 应该是Password的类型 那我就给你使为了是PasswordField 通过这样方式呢 就把一个表单给你抽象出来一个类了 然后呢 紧接下来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呢 只要构建这个表单上面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构建一个类的对象之后呢 那在这个插件当中呢 它能够自己把相对应的用户填写的数据呢 给我C到这个对象里面来 然后紧接下来 我只要通过这个对象里面的一个方法 Validate or Submit 那它就能够一次性帮助我们 把表单里面的所有数据都校验完 校验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了 如果校验成功呢 它会返回真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它的校验是失败的 那就会给我们 就相当于它会返回false 那我们再作为一个相对应的处理就可以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一步的时候呢 就是能省略掉我们的各种if else if else判断某一个字段 是不是符合条件的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那究竟说是 它在进行Validate or Submit 怎么帮助我们去教应 这种表单的行为的时候呢 那我们回过来再来看一下 你定义的这个表单当中 在对每个字段的时候呢 有一个声明 声明一下 比如说这个字段 我要求你必须填写 好了 那我后面就加上一个 这么样的说明的一个参数 告诉你这个字段 是必须要求的 是必须要传的 这个password这个东西呢 也是必须要传的 我也给你放到这 然后呢 我还说了 这两个密码必须是相等的 那我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 也是通过一个参数的形式 给你去指明 所以相当于 在进行构造抽象的时候呢 我连带的把表单当中 所要具对应的字段 给你声明出来 还把对于这个字段 所对应的教验行为 也给你说明 说明完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回过来 这个Validate or Submit 进行教验的时候呢 他就按照我指明的这样方式 对这个用户名 进行一个完整性 看一下他有没有传 然后再看一下password 我指明的话 你必须要传 而且呢 还得跟谁呢 还得跟第二个 他密码必须相等 接下来这个密码 第二个密码的话 也必须要传 就通过这样方式 我把各个参数的检验条件 都给你说明完了之后 这一句话 就帮助我完成教验 这是关于他帮助我们做的动作 所以通过这样抽象的方式的时候呢 我们就省去了能够每次都是进行 if else if else 这样去写了 这是关于他的第一点用处 那第二点用处在于哪呢 第二点用处在于说 你一旦把这样的表单的整体 你给他抽象出来一个类之后 回过头来 你在页面当中 在模板里面进行使用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你在模板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在模板当中定义一个form标签 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去写 一个一个的input的那输入块了 而是说可以直接去使用 刚才我们所创建好的 这样的一个form的 form表单的那个类的一个对象 把这个类的对象传过来 定义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渲染模板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对象直接当作模板变量 传过去 传过去之后的话 回过头来 你在模板当中呢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那个form表单对象了 然后呢 你如果想要在这里面去嵌入一个输入框的话 怎么去嵌呢 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写那样的一个input的输入框 而是直接把你在表单对象当中 所定义的那个字段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去定义了一个 对应的一个user用户名的输入字段吧 那你就直接操作 你创建好的这个login的这个对象 form form里面的us操作这个字段 然后呢你把它当作这样的模板变量方式往这一嵌 好了 它在你渲染的时候呢 它帮助你把input的输入框给你补充完整 所以呢连这一段我们都去省略掉了 这是关于这一点 这一点说完整之后的话 那我们再来说 那这样的表单插件还能帮助我们做什么东西呢 还能帮助我们做的就是csrf的那个校验呢 这是我们昨天所说过的那个 我们说再说有一种攻击一提到xss大家反映出来是csrf啊 我们说了那不是它是两个攻击行为 今天呢说了这个表单里面的对应的那个东西呢 才是csrf的那个跨站请求伪造攻击了 所以呢这个表单的这样插件呢 还能够帮助我们去完成csrf的那个一个检验操作 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去以在flux当中引入表单的一个支持 flux原生里面是不提供这样的表单支持的 所以呢我们想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呢 一劳永逸一次性完成的话 咱们就可以在flux当中去引入一个扩展 这个扩展呢就是专门用来完成 刚才我们给大家去说过的 能够去简化操作的这么一种行为 也就是说是wtf的这样的扩展 是wtf的扩展 那wtf呢跟这个它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python里面的一个框架 只不过说在flux里面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flux把它进行一下改进 在flux当中应用起来的话会更方便 所以呢我们再去引入的时候呢 直接去使用是flux的wtf 引入这个扩展 引入这个扩展之后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上面的这样操作了 所以呢这次我们要去安装它 首先呢pip install flux的wtf 把这个扩展安装完成之后 就能够去进行使用了 那这个扩展的话 我们应该是给大家的环境里面已经安装好了 好 小技术 确实